Gibson呀 大家好 我是DC Fever的記者三妹 不要以為我上班沒時間就去旅行 Gib 裏面其實是一個為Gammer而生的電競手機 ROG Phone是ASUS最新推出的手部電競手機 針對電競的距離效能十分之高 用了S845CPU 超頻後達到2.96GHz 是全球最快的手機CPU 都不止它畫面更新率 還達到90Hz和1韓秒的反應時間 比一般手機的60Hz高 加上支援HDR顯示 玩一些速度感強的遊戲時 畫面就更加細緻和流暢 暗位都看得清楚 不單只規格強勁 ROG Phone的設計上真是為Gammer而生 除了底部這個插口 ROG Phone側面都可以充電 打機的時候就不怕頂手 相當貼心 所謂功力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雖然我每次玩攝影機都是carrying 但手機始終沒有實體制 準繩度和操控感就差點了 噢 射不射的 ROG Phone配備三組AirTriggers 超音波觸控鍵 橫向遊戲時可以當L1R1採用 又可以自行定義不同的遊戲動作 高別傳統只是用手指工的操作 配上震動回饋技術 控制就可以更加靈敏更加精準 用手機打機 特別是一些速度快和畫面豐富的遊戲 玩了一會手機就會開始發熱 執行速度慢了還要操控機 ROG Phone就特別加入3D軍溫散熱系統 長時間玩槍遊戲都不會機身過熱 不過如果想它散熱效能再強一點 可以用隨機附送的散熱風扇 除了手機本身效能強 它的配件都不容不適 Gibson啊 買一部手機 但配件裝到降落散 都是為了給你有更好的遊戲體驗 就像這個無線投影機座和遊戲控制器 可以體驗大螢幕遊戲 加上GameFi手掣 操控就更加靈敏精準 而且手掣都頗好握手 打機的手都沒有那麼容易累 至於這個TuneView雙螢幕機座 第二個螢幕可以做直播或者玩不同遊戲 就更加方便了 除此之外還有卓上型遊戲機座 和五合一多功能擴充機座 外接螢幕、Mouse、Keyboard、Lens線都可以 手機遊戲立刻變成Desktop版 用來吃雞就適合了 電競作為正式的運動競技 其實都不是玩玩的 近年開始加入手機遊戲 亦都舉行過一些大型公開賽 我不是專業的電競選手 但手樓玩得專業點 都可以幫助我投入遊戲的世界 有了這個神級裝備 輸了就沒得很抵賴了